上一集呢,我來到台北傳說中的國宅 經過了我暫且這四個地方之後呢 我發現有兩個非常有趣的點 一個就是上一集Angela的地方 你們可以看到影片前面的時候 他是很正常的回應我 直到後來我一問說 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帶我去的 他就開始持續的掃字 甚至是把我的字直接的改掉 我回去剪輯的時候也才發現這個狀況 但是也有可能是因為風有點大 甚至是收據不好都蠻有可能的 除此之外我還發現了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我在市場走上樓梯回頭看的時候 你們可以發現下面有一個 非常像清朝的太監或者是黑白無常之類的東西 那這到底是什麼我們就不得知了 不過經過這一次我這樣走一遭之後呢 我覺得這個國宅其實只是一個正常的社區 裡面有非常多的人在居住 甚至排隊小入住的人都是大有人在 我認為是有一點太過於被大家 渲染的很恐怖了 但包括我也這樣子啦 像我也先入為主以為那裡是非常的恐怖 所以有時候這種先入為主 就直觀認定的這種想法 是需要改進一下的 不過我覺得大家會說那裡有多恐怖 其實也是情何以堪的 因為 畢竟那邊稍微比較破舊 而且 也出入的人口比較複雜 又加上發生蠻多起命案 還有民間的信仰 加上一些風水的問題 所以大家自然就會把它灌上 蒙鬼國宅這種稱號 不過我覺得這種種的事情啊 其實都是有關聯性的 因為最早在國宅建設以前 它其實是日式時期的 中央泄脈市場 負責批發魚類和蔬果 但是後來國民政府來台 西門這裡就漸漸興盛了 所以就把它改建成 住商混合的大樓 不過國宅嘛 基本上是蠻容易自由進出的 而且又加上 那個地區早期本來就是 台灣角頭一個非常新盛的地點 所以就衍生一些 治安不好啊 或管理不佳的問題 才進一步發現 很多的命案以及傷亡者 都不是當地的住戶 這個大樓的狀況 其實跟犯罪學的破窗效應 五大階段非常的混合 像第一個階段 因為管理不佳的問題 所以社區有點開始失序 一些有能力的人呢 就搬離了這個地方 只留下了一些低收入 土屋跟榮民在這裡 第二階段 那些沒搬離的人 因為自身的安危 以及無能為力 所以他們也沒辦法 對社區的失序 進行一些處理 第三階段呢 就是因為失序的放縱 所以導致 居住的品質 日益的下降 第四階段就變成 更多的居民搬走 還住在這裡的人呢 就更加的退縮 甚至還有一些 流民 進駐在這個大樓裡面 那第五階段呢 因為 根本沒有辦法管理 已經完全失去控制了 人的肉層也越來越髒亂 更多的外來者就去導致了這裡的 跳樓的自殺命案在這裡 層出不窮 我覺得是因為 這些種種的原因 才造就了今天 蒙鬼大樓這種稱號吧 但我覺得 比較值得慶幸的是 因為在這個國宅 發生了這些事情之後呢 政府 就陸續的有廟跟警察局 坐鎮在這個 大樓的底下 也隨著實踐的推移 這個國宅 它的離奇事件 越來越少了 這個是一件 值得開心的事 OK 那我今天影片就到這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他 喜歡 謝謝大叔 我們GO 我們下次見 掰